如果真正住在這裏,名部專訊,歡迎光臨寫下 咖啡茶或我們家裡合用的東西,請隨便使用 如有慶祭,第三個貴桶還有著宿,添一時在窗外小盤 明天會有快樂的小鳥唱歌盤你們起床 撫入公園,見到屋主預備好一盤飲料 有咖啡、茶包、巧克力和一杯吊糖 旁邊環細心地放好了茶壺,軟壺和自條哥本哈根 暫住別人的家者裡是哥本哈根市中心Vistadbro區域 離中央火車站步行五分鐘便到達與訂好的私人公寓 我們跟著手機地圖很容易便找到 小街有邪咖啡店、中通烤肉Kabab餐廳 士多和發營屋看門中沒人應 就看屋主先前樓下的指示 在隔壁小酒吧取若是歐洲的舊屋別有其魅力 木樓梯、扶手柄和地上的瓷磚 已砌成一幅迷人照片打開大木門 先被超過十呎的歌樓底所吸引 長酒廊左右兩邊分別有兩間小睡房 飯廳、大廳、主人房連露台、廚房、衣物間連浴室 以及獨立洗手間窗戶高大、全屋每房間都引入自然光 以香港標準視豪宅面積和設計 在北歐則是平常人家居所細看家居品差 想聖情愛好我們興致勃勃地逐處細看 飯廳的酒箱長櫃放滿黑膠唱碟 大廳梳化邊放了兩支結他和曠音箱 南屋主顯然鍾情攀石 有間睡房的牆壁由底到頂掛滿角色各樣攀石塊 主人房的大小雙框表著家庭照和角色影像 我發現其中兩個原來鐵滿演唱會入場票 足足四大行碟起來 只露出演唱會名目 Punk Floyd、Nug Cave、Leonard Cohen 通通都是大名我們不禁羨慕 住在割本哈根真幸福 然後發現大廳地上有張大毯 揭開全是美句歡迎任妻美句 除了已經砌好了那些丹麥屋主節 條友提及旅程中在地到人家的居所站住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從他們的用品、衣物、裝飾品等 猜想屋女人的性情愛好 帶點偵探片的氣氛和人情味 是五星級或設計酒店都欠房的 這種民宿租淫以成封償 人多的話合租一個城市單位 隨時被租酒店或算我們四人 在割本哈根一晚市中心租金約為二千港元 以算市櫃嫁過去一年 我經哪個大型國際民宿網站先後在巴黎 斯德哥爾摩和割本哈根站租別人的家 自己弄早餐、聽別人的音樂收藏 我屋主的推薦在小區附近閒空 到樓下餐廳用線 感受著如果真正住在這裏的獨特體驗 每一回都十分寫二問圖 周遊瑞四即六乘三ja-u-y-a-u-at-gmail-dot-com-w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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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com